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 以主宰之 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 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会之契机 三教圣人 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人的真本质 西游记金丹揭秘 主讲人韩金英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审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生命禅 一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解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易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先天世界 第96讲 物外室内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96回 物外室内 说如果一个人很注意外表 这个外表 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 是一个人的意识层面的东西 而人真正重要的 要害的是人的心灵 是内在的 所以太注重外表 就会忽视心灵 就会顾此失离 一体解 大道虽成 未离尘世 由有换身为换 若不知 韬惠引迹 未免昭示忍非 须防不测之患 第一体解 第96回的题目 扣园外 喜事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这个 这回呢 这个圆外呢 这个 是以这个 斋增 要凑一个整数 这是讲了护法 前面呢 那个灭法 他要灭 杀一万个和尚 这个呢 是要摘身 摘一万个和尚 这个 护法和灭法 都不一定是 好事 因为呢 他这个要 要做一个好事 要摘身一万 结果摘身完了 他就死了 而且呢 唐僧他们还 因此 入狱落了难 他就讲这个 这个法身成了以后 还有换身 所以要韬光淫灰 免得招惹是非 这个 以这个大德量 大脚力 为护法 找这样的人 护法可以 但是如果 炫耀 过分 就会 招灾 就会 就会有麻烦 说这个 护法灭法 他都是人心 人心就难免有麻烦 二 看破后天 后天 时神所为 并非 我固有之物 当一切看破 不必 梦里说梦 任以为真 须 顺其自然 用中无用 功里施功 不着于有心 不着于无心 第二 看破后天 这开始的这首诗说 色色圆无色 空空 亦非空 静宣 与莫本来同 梦里 何劳说梦 就说这个 后天的世神 他本来就不是那个 原来的我 他只不过都是在做梦 他在说梦话 做梦事 所以根本就不要 不要理会 不要当回事 说这个 有用 用中 无用 无功功里 施功 还如 果熟 自然 莫问如何修种 他这个 工程以后 这个能量足了 他会自然的 是人心根本就不知道的 会无为 会无为 无为无不为的 该做他该做的一切的事情 所以不用管 不用问 自然 自然疼 他这个 他并不是 有意识的 藏 是说这个 神在做事的时候 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讲的是这个 所以你也不用问 这就是 真正的作为 大有作为 凡是人心想着说 我要做什么 那都是小有作为 那都是小的 都是后天的 而这个 真正的 大的作为 是人不知道的 所以这两集呢 就讲这个 法身的这种 潜藏的 他的这种 神机妙用 三 物外师内 大道 以无心为主 道德 道体完成 平安之处 正当 绝去万有 穷通德 诗 至于 不问不知而已 第三 物外师内 话表 唐僧 师众 使法律 祖住那 不经四征 曾见黑风过处 不见他师徒 以为 活佛临凡 磕头而回 然后他们就 往西走 正好道 春尽 夏初时节 说这个 陡南 当日 涌 万物显光明 这个时候 人的这个 神 这个心灵之光 已经和 南陡心 沟通了 你说这个 心灵之光 在成长的过程 是一步一步的 和宇宙的高能量 合一的过程 说不尽那 朝餐暮 暮夙 说这又到了一个地方 唐僧就又问 徒弟 此又是什么 去处 行者道 不知 不知 这个不知呢 讲的就是 对后天的东西 不必要 不必要 理会那么多 这个先天的东西 都是不知道 自然出来的 所以你就要 以无心为主 就是这样的 无心的状态 才能够把 这个道体给养成 所以说呢 就应该保持这种 无心 对所有的事情 都无所谓 不问不知 对于什么 得失啊 什么 什么这个计较啊 对于那个 一般的人心里 纠结的东西 早就没有了 完全是一种 无心的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自然的这种 忘掉了 是非麻烦 忘掉了一切的 这种忘的状态 这才是 养这个 养这个 倒开的这个 所需要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猪八戒就说 说 这路 你行过的 怎说不知 却又有些蹊跷 故意推不认的 捉弄我们呢 行者吧 这呆子全部查理 这路随走过几遍 那时只是 九霄空里 驾云而来 驾云而去 何曾落在此地 事不关心 查他作甚 此所以不知 却又 甚七脚 又捉弄你眼 那讲的这个 猪八戒 就是个人心 这个 孙悟空呢 他就是一个 道心 就是无心而行 不着心 没有那么多的 麻烦的心 然后他们 走到 走到这个 这个街市上 就看两个老儿 再续话 再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 打个朝代的圣贤 当时的英雄事业 金佑何在 正在那感叹 这个讲的就是说 这个人世间的事 就像梦里一样 他是空的 他是一个 无常 是一个难料的 他讲的就是 这个外在的事情 他是这样的 所以你 不用那么在意 然后唐僧就问 然后这老者就说 我这里是 铜台府 府后有一线 叫做地灵线 这个铜 这个铜啊 就是金 又说 终于到了这个 与金铜处 之地啊 这个地灵线 就是人节地灵 啊 地灵之乡 啊 然后说 说你们这个 化斋的话 不用打听了 就往前走 啊 前面有一个 万僧不足之孩 就到那里去吧 啊 那个扣员为他们家 啊 就去那里去化斋了 啊 然后他们就 就在街上走 这三个人 这个这个样子 啊 古怪的这个样子 就引着世人 啊 兢兢兢兢 猜猜盈夷 真围着他们啊 啊 看他们相貌 然后 唐僧就说 莫放肆 啊 他们就都 都收敛起来 那这个 讲的就是说 作为修道的人 你不能 不知道 藏 啊 不要漏 啊 不要漏嘴脸 这个成功了 以后就骄傲 啊 骄傲了 就得意 得意忘形 就漏 啊 那这个就是 就是危险 啊 他们坐上前 果然看到一座 一座门楼 门楼里边隐蔽上 挂着一面大牌 输着万僧不足 四字 啊 这讲的说 这样的摘僧 这样的张扬 这就是有心 有心啊 但是你这样的 虚张声势 就是有心虚服 啊 有心修服 反而 反而不行 因为这个有心 就是人心 人心是世神 就是 就是亏这个德 亏这个元气 真正的积德 这个德 这个元气 它是无形的 它是自然无心 才能够有的 所以呢 它这个 有心 来做善事 得不着这个善 而是失去自己的德 所以叫 是贼其德 而非行其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朱阿杰就想进去 行者道 带着协助 带有人出来 问及何如 方好进去 这个讲的就是 有人出来 就是有这个 出来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事情就是能量 所以当能量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应这件事 这就叫这个 元神 元神不会没事 轻举妄动 不会没事找事 所以这样的习惯 养成了以后 没有一件事 就是一个能量在动 这件事 就发生的时候 你 你的 你的心才跟着去应 就叫 物来则应 过去不留 跟着能量走 这样养成一种习惯 你每动 你念都是跟着能量在动的 所以它就会相应 就会成真 这时候就描写这个圆外 就到了他们家了 他们家简直是 什么样 是上手房子 来管事老爷的佛堂 经堂 斋堂 下手的 是我弟子老小居住 然后 这个就非常赞叹 说 说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的 那个豪华 非常的客气 然后这个 这个唐僧就说 哎呀 说我们就是 吃一顿饭就走了 不要太麻烦了 就 求一摘就行了 圆外面生喜色 笑云云的道 弟子 贱名 扣红 自大宽 虚度六十四岁 自四十岁上 许摘万僧 才做圆满 今已摘了二十四年 有一部 摘增的帐户 连日无事 把摘过的 增名算一算 已摘过 九千九百九十六元 只少四重 不得圆满 这个啊 这讲说 他这个名字 叫 扣红 啊 果然 就被这个贼寇 给盯上了 啊 所以他这个 表面上 他是这个 在摘增 但是他都是人心 啊 这个人心在这算计 啊 他摘增多少 他都有账记住 这就是人心层面的 行善 啊 所以都不会有德 啊 只有无心 才能够 积下那个 看不见的德能量 啊 所以他 表面上啊 是一个啊 这个 行善 但实际上 他不是真的善 啊 他只不过是一种 孤银钓鱼 啊 你看着他好像是 啊 叫这个啊 宽宏啊 扣红 自大宽 好像是宽宏 大量 实际上 他是一种人心的贪心不足 啊 所以呢 看问题 不要看他表面 啊 你不要看他表面 在干什么 你要看他骨子里是什么 看他的心是什么 啊 因为他有什么样的心 必定就有什么样的果 啊 你把这个心解读对了 你就能够把握这个 啊 这个前因后果 你一下就能看透 啊 然后就说啊 让他们在这儿 啊 在这儿啊 啊 这然后就就就就就给做饭 啊 这就惊动了这个 圆外的母亲 啊 这个 这个家里的人就告诉他 啊 啊 说这个 有东土大唐 皇帝差来的 往灵山 拜佛爷爷 到我们这里 啊 不知有多少路程 爹爹说是天降的 吩咐我们快整斋 供养他也 啊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要来看 啊 他家里的这个 这个仆人就说 你不要去看 可丑了 啊 这老太太说啊 如等不知 但形容丑陋 古怪 清奇 必是天人 下降 快先抱你 爹爹知道 啊 啊 就就抱着啊 说老太太来了 他就去了 啊 这说 这个老太太知道 这不是凡人 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虽然 有这个常识 但是 人心是婆侧的 人心是颠倒的 啊 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心的层面 啊 所以后面就 就来麻烦了 就后来呢 这老太太就见了 然后两个小孩 啊 这个圆外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扣粮 一个叫扣动 啊 又叫动粮 啊 他们也来见了 啊 这个非常的崇拜 说真是神僧 啊 就就非常崇拜 啊 但是呢 这种崇拜呢 也是人心 啊 也是一个一个表面 四 圆满道场 化掉人心 之前总是行者提醒 现在是唐僧提醒 说明唐僧的时辰 已经进步了很多 第四 圆满道场 这就是啊 先是这个摘僧 就是非常的豪华 啊 这个五色高果 啊 五盘小菜 五蝶水果 五大盘 咸石 还有这样那样的 很多的吃的 啊 然后七八个童虎 往来奔奉 四五个抛厅 不住啊 不住手 啊 就是 讲这个 四五就是九 啊 七八就是五 这讲的就是法身成就 啊 已经到了这个圆满了 圆满的时候 这个就像一个月亮一样 啊 就是圆满了 就是说啊 已经已经有一周时间了 这个唐僧他们就着急的走了 然后不行 还要办一个圆满道场 啊 还要写经 写三四天 啊 然后 选定良辰 啊 还要做很大的这个佛事 啊 这个 这个场面呢 啊 简直就像一个 啊 就像这个 当时这个 大唐皇帝 搞这个水路法会 搞的那些仪式 啊 什么这个 啊 这个啊 啊 大阳帆 铺设 金融 启饼竹 烧香供养 啊 什么 这个啊 各种各样的 凡是这些的啊 啊 所用的这个啊 吹拉弹唱 念的这些 这些东西全用上 啊 简直就是一个 很大的这个一个啊 一个场面 如此做了三周夜 啊 这以后前面七天 这又加上三周夜 这又加上多少天 这已经都两周多了 这唐僧就急了 啊 就就非得要走 啊 然后这老老园外呢 还想办法留 啊 这个这个园外啊 这个唐僧就说哈 说啊 说我这已经十四年了 啊 取经未知有无 即回又得十二三年 岂不违背圣旨 罪何可当 啊 望老园外让贫僧前去 待取得经回 再造福久住些 有何不可 唐僧就说 等我回来就在你们家住吧 你赶快放我走吧 然后猪娃姐就高叫道 啊 师父退也不从人院 不尽人情 老原来大家俱父 许下这等摘僧之愿 今已圆满 又旷留至 啊 留得 至成 虚住年马 也不防事 只管要去怎的 放了这等 现成好摘不吃 却往人家跨墓 前头 有你神老爷老娘家呢 这个唐僧就 就喝了一声道 你这个憨惑 只要啊 只知要吃 更不管回向之音 正是那草里吃食 胃里擦养的畜生 如等既要 贪此称吃 明日等我自家去吧 啊 这讲他说 这个 之前呢都是 宋悟空来骂猪娃姐 这一次是唐僧 那了 啊 这讲他说 这个化掉这个人心 啊 这个唐僧呢 这个世神已经 啊 已经是改造的 还不错了 啊 然后 孙悟空就 啊 看到师父 变了脸 就揪住猪娃姐 招头 打一拳 啊 啊 说 带着不知好歹 惹得师父 连我们都怪了 啊 然后沙僧也笑道 打得好 打得好 只这种不出话 还惹人嫌 且又差 对 啊 然后正说的呢 那个老太太来了 寇原来的母亲来了 啊 这说 老生也有些 真献钱 也愿意 老师父 半月 啊 也愿 摘老师父半月 啊 然后呢 那两个公子也出来 啊 说 啊 公修公德 婆修佛德 不修不得 啊 我家父母 各欲 现行者 正是各求学因果 何必苦辞 就是于兄弟 也省着些 啊 速修钱 也指望 供老爷半月 方才送经 啊 他讲的这个 真啊 真献啊 讲的就是这个 啊 这个 人心 捕测 免以藏真 啊 这个 这个小秀才 啊 这个 这个两个公子 这个小秀才 啊 其实呢 这个人品 啊 也是不可靠的 啊 讲的就是 根幼败秀 啊 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良幼不齐的 这个 这个品德 啊 其实根本也并不可靠 啊 然后 现在 肯定就就不行 说啊 说 令唐老菩萨 盛情 已不敢领 怎又 承贤 显显昆 厚爱 绝不敢领 今朝定要起身 万物见罪 啊 然后呢 那 就是那 那个老太太和这两个公子 看着唐僧坚决不干 就升起脑来 啊 然后说啊 好意留他 便就去罢了 只管捞的什么 母子抽身进去 啊 这假说 这个 这老太太开始说 啊 倾其骨相 必是天 天神下凡 但是呢 他后边就 就居然 只要不随他的心 他就升起气来 啊 然后这个气呢 就没消 在后边一出事呢 他就反过来了 就反过来 诬陷了 这讲的就是 人心叵测 啊 然后这个 两个公子呢 开始特别崇拜 啊 这一不高兴了 没随他的心了 这后边再一出事 啊 这个不随他的心的 这个资产就发展成了 他要把他们弄到监狱 那里去 啊 这就讲的神了 讲的就是 事事无常 啊 这个无常是因为 人心的作怪 是因为在一个人心的层面上 这个事情就是 根本就不靠谱啊 然后猪八戒忍不住又对唐僧道 师父不要拿过了班 就说你不要拿假的拿过了 唐僧又多了一身贺 老大她呆着 就自己叫把嘴巴大了两下 啊 就问我说话又They go 是不是 就自己打自己啊 啊 然后这就走了 就是看留不住就走了 这走了还不答应吗 说是这个 明日早奉送唐朝老爷西行 一厢必幼教抛人 安排践行的 严谏一厢必幼教管办的 做二十对彩旗 并一般吹鼓手悦人 南来寺里请一般和尚 冬月冠礼请一般道士 献明日四时 各项俱要整齐 这讲的说 说这个主人呢 他就太夸张了 好这个名 他有张登结彩 大肆挥霍 他不想这样 其实呢 就是给这个贼开了门 所以说他就要扣圆脉 其实他是自扣 就是自己招来的这个贼扣 五大张旗鼓 华美光耀而行违背两股深藏之血 第五大张旗鼓 这个时候就为了给他们送行 三四更天气 各管家的家童进阶早起 买办各项物件 你看那半宴席的除上慌芒 至采齐的堂前吵闹 请增道的两脚奔波 叫古月的一声急纵 送简铁的东喷西跑 被叫马的上呼下应 这半夜直染到天明 将四十前后 各项俱丸 也只是有钱不过 这小时候就讲了 简直是太夸张了 只不过因为他有钱 他就这样的 这个大张旗鼓 然后就又有 很长一段描写 他这个送行的 这一桌宴席 就讲的 就是很长的一个描写 然后这个作者就感叹 虽然是百姓之家 却不雅于王侯之宅 只经一片欢声 真的惊天动力 就是这个 又是这个宴席 那简直就太夸张了 然后又请 什么坐林又舍 什么七弟 遗兄 姐夫 媚丈 还有那些 同道的斋工 然后就是 垂头打鼓 这个 彩旗飘扬 车水把龙 哎呀 简直是 这个富贵 这一场富贵 真赛果 终为翠让 成为啊 紧丈 藏春 就是说 就是这样一个送行 那也都做到了 极致的奢华 极致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夸张 这个热闹 这就是什么呢 这讲的就是 这个 华美光药 讲人的这个光 这个法身这个光 这个光 凶出来了 如果不知道藏 不知道 功成身退 啊 这个光露得太厉害了 啊 那就是 那就是灾难 啊 这然后呢 就 他们就往前走了 四五十里地 天间晚了 长老到 啊 这个天晚了 何方借宿 把姐担着弹 弩着嘴道 犯了现成 茶饭不吃 清凉瓦 捂不住 却要走生路 像抢丧撞魂的 如今天晚 唱下起雨来 却如之河 咱咱骂道 泼虐处 又来抱呀 常言道 长安随好 不是酒链之家 待我们有缘 拜了佛祖 取了真经 那时回准大唐 奏过主公 将那 御厨礼饭 凭你吃上几年 撑死你 这死 这孽畜 叫你做个 宝鬼 那他也就 吓吓的 暗笑 不敢敷言 这个唐僧就骂他 说等到 到了皇帝那 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吃死你了 就骂他 然后就走到前面 就又看到一个地方 有几间房 房羽 然后他们就想 在那里安心 长老之前 建一座倒塌的牌坊 房上有一旧扁 扁上有 落颜色 击沉的四个大字 乃光滑行愿 长老下了马道 光滑菩萨 是火光 五燕佛的徒弟 因角厨 独火鬼王 降了职 化作 五显灵观 此间 必有 妙著 然后就进去了 就看到了 狼房巨大 碧墙皆寝 更不见 人之踪迹 只有些杂草 从青 欲抽身而出 不期天上 黑云盖领 大雨淋漓 梅大河 却在那破防之下 在那 避雨 在那 坐着坐 站着站 挨了一宿 真是个 太极还生品 乐触又丰碑 这讲的说 这个 武灵 武灵观 火焰五光佛 他这讲的就是 炫耀这个光 就起了灾祸 这个光 显露 这个光 不谨慎 就会失误 所以呢 突然下了这个雨 讲的就是 世事无常 还有换身在 所以就 要实时谨慎 不可不防 一点的漏洞 都不能出 这个心 随时的都要警惕 都要谨慎 如履薄冰 谨想顺畏 自始至终的 不能放松 不能大意 更不能得意忘形 这就是在 修金丹的过程中 走到这一步 丹成了以后 这个法身 已经能够做工去了 就容易犯的毛病 容易骄傲 容易张扬 容易得意忘形 所以呢 这个祖师呢 就通过这个故事 就在告诫你 这个时候会 可能犯的痛 因此呢 你牢记这个 祖师的教诲 千万不能犯这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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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